千军万马的蜜蜂也难敌蜘蛛的天罗帝王 而同为蜂类,它却能以蜘蛛为食 我们在南亚岛上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像树叶似的蜂巢 上面布满了湖蜂 而这种蜂正是我们之前看到的能捕杀蜘蛛的蜂 比它能捕杀蜘蛛更神奇的是 它的巢竟然是用叶子做成 仔细观察,蜂巢未免有叶脉残留 我们采访了南亚岛上的居民 他们虽然了解这种湖蜂 但对它的巢为什么建成叶子的形状却不清楚 我们回到酒店查阅资料 初步确定它叫印度异府湖蜂 再次来到南亚岛 一路上又发现了几个蜂巢 有的在树枝上 有的在栏杆上 最终在小路旁 我们找到了印度异府湖蜂的巢 并且这是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巢 意外的是,我们发现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巢 并不是在树叶表面 而是在树叶下面 难道它们并不是以树叶为基础来建巢的吗 随后,我们又见到了几个如叶子般大小的蜂巢 而且全部都是细巢 有蜂的巢又通常比较大 难道它们有换巢的习惯 经过讨论,我们产生了以下疑问 一,印度异府湖蜂 不以叶子作为建巢基础 为什么要建成叶子的形状 二,这种躲在叶子下面的蜂巢 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建成的 三,为什么这种异府就换巢 而不是在原来潮的形状上过建巢巢 在我们观察印度异府湖蜂期间 台风过境,很多树木都被连根拔起 这些挂在树枝上的蜂巢也很可能难逃此劫 山道上,迎面而来的却是台风破坏树木的情景 于是我们更担心起了湖蜂们 但是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凄惨 经过耐心的寻找 我们又发现了这种印度异府湖蜂 这小小的蜂巢依然屹立在树干上 我们不禁为湖蜂们的作品嘖嘖称赞 其实,如果不是仔细观察 印度异府湖蜂的巢很难发现 有的潮远远看去,就像一个枯树叶一般 看来,这种叶子状的潮 可以对它们进行很好的伪装 我们在一个巢穴的上方 发现了一片已经残缺了的叶子 这片叶子正好在潮的上方 我们推断 虽然它不是以叶子为基础建成的 但它们的潮应该和叶子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查阅了众多资料 最后在一篇论文中找到了答案 论文显示 湖蜂们的潮是用植物纤维建造的 这也跟我们的观察是一致的 论文还显示 印度异府湖蜂只喜欢在周山新木江的枝叶上建潮 再次前往南亚岛 发现这些湖蜂真的只是在一种树木上建造这些潮 而且在潮的附近 树叶都比较稀少 除此之外 每次都能在蜂巢附近发现猪瓦 难道这种湖蜂除了能捕食蜘蛛外 还能利用蛛丝建潮吗 我们都知道蜘蛛丝是含有大量蛋白质的 如果这种蜂巢中含有蛋白质的话 那蜂巢中的成分很有可能含有蜘蛛丝 为了检验蜂巢是否含有蛋白质 我们开始实验 在生物学中 丝质物质如果含有蛋白质 烧焦后会散发出头发烧焦的味道 接下来我们开始实验 通过实验 我们发现蜂巢烧焦的味道 与头发烧焦的味道差异明显 所以蜂巢中很可能不含有蛋白质 紧接着根据大蜂巢与小蜂巢的位置 我们猜测 无风换巢的原因是 当无风换巢时 它为了躲避天敌 所以需要隐蔽在叶子下面 不能引起很大的注意 当种族增长过后 它们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抵抗天敌能力 原来的潮已经承受不住 胡风们继续居住 所以胡风需要前往更稳定的地方 建造更大的潮 它可真是自然界中 属一属二的牟业家 有点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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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兴趣